请收看 慈悲灵感 王禅老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国首都 为民旗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请到 易经大学 源云讲师来跟我们做分项 我们来欢迎 源云讲师 讲师你好 你好 阿弥陀佛 各位电视机头前的先行台店 大家好 我是路主导长 源云讲师 目前在7月19日会在路主导长 来开班收客 请各位先行台店 如果你对易经风水妙凡 有幸福吃 请来这些所在来接管 来接受 欧陈佛做的地位 欧陈佛做的天位 好 让我们家庭温柔和平安随时 是 在这也很幸福 我们源云讲师 开校可以这样 学完完做 好 谢谢 感恩 很多很多有缘的跟你有缘的 都会来接伙 好 感恩 是 源云讲师 你也是很早期的学员 也是都做的老地主 对 我是12天的学完 是 是 早期 什么缘缘 你会来 为罗粥来设这个 易经 来学习这个易经 说到我差不多是12天 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因缘 其实你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八十几年初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 我们这个新北市 这个五国工业区 就看到我们 微信中 这个旗子 旗子 这就易经风水 那时候在这上班 所以每天经济都会看到 看到就是经济而已 就没来进去探望 所以我知道 那期的是叫做理解 结果我经济十年后 再去接受就有十二次 所以这一叉叉十年 就对理解到十二次 这十年里面呢 我就发现了很多很多人心不如意的事情 不管是工作 或是这个事业 或是家庭 都发现了很多冲突 所以那时候是人心 人生黑暗期 所以 你这跟我们所有电视机 头前的朋友 来说 如果有一天 你与你们家庭的附近 或是你看到电视 我看到有一个地方 要开班收客 你一定要接时去上客 因为不像我一叉叉十年 其实十年中间不但 减赴很多的法 而且十年中间付出很多的事情 是我们人心情苦闹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 来 跟现实台店 再做一次 公告 如果你如果是在楼酒地区附近 或是新北市附近 交通都很方便 可以来七月十九日开始 在楼酒 途中就开班收客 你们可以来这里 听楼做的法 一定让你们人心有国际好的 会坚定 是 是 真欢迎 我们住在楼酒附近的好朋友 我们如果说这样 有听到说要开口 像原音讲师要开口 我们就快来接法 接路做的法 来保护家庭 保护家庭 保护家庭里面 不是只有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事业 都总是有帮助的 当然 如果不是住在楼酒 要怎么样 同样 我们家附近有人开口 只要你看到 是我们 陈基山维持宣告 这个业经大学 或是教育要开口 都很欢迎 大家来接法 对 原因讲是 讲到回来 第二天 五股工业区开口 八十大概八十三年 民国八十三年 差不多 以往十年后才进门 对 十年后进门 也是很曲折 因为那时候 工作也不顺 家庭也是 总控很多 我在住的社区 有一天 我要去上班的时候 我就在肚子 撞到一张低暗 就是宣传单 是 宣传单一架起来的时候 有刚才去逼到一个地方 什么 洋宅风水学 我想说洋宅风水学 是什么学 我听着叫他英宅 还很听着洋宅 那时候 不错 可是我就觉得 他这是我们当初 新北市 又是台北县的时候 楼酒 不是卢州区 是楼酒香 又是香 也不是 是 我们的乡 乡公所都会办 办 市民 那时候就是乡名 乡名的一些学习课程 他就有一个课程 就是洋宅风水学 那是不用钱的 你现在是地区 涉及在那的人 你都可以去讨 那我就想说 这好像很好玩 不然来看看 因为那时候 家庭和公司 都有一个问题 也有很多 洋宅先生去看 都觉得不太顺 那我就想说 不然去探讨 看洋宅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去报名 去报名 因为这床第二 我去报名 报名 他说爱 我们的那个 炉宅香的香名 结果我那时候 住在那裡 我的乎集是 涉及的洋梅 我 洋梅跟炉宅 就不一样的地方 我心里想说 可能没什么 机会好去讨 那些小姐 就是 你接受报名的小姐 很好 他说 不要紧 你把电话楼下 楼下 我回来问我们这个老师 我们这个老师 人很好 我说 你老师是什么人 他说我们的老师 叫苏文玉 他说你不扮 我说我不扮 苏文玉 他说他楼下很有名 我说哎哟我也不扮 这苏文玉是什么 就是我们楼下 楼下的主持 完方法师 他说我就不扮他 这个小姐就推荐 他说你一定要来学 我说我付钱 没有你楼下就 没有机会 也没有这个主题 他说不要紧 我带你来去问那老师 那老师说 他说可以 我带你通知 就有点够两三天 我的想法是觉得 没有什么机会了 结果两三天 这个小姐真的卡定了 他说我跟你说 这个老师说 你没关系 你做你来学 你真的有时间做你来学 那 普及是一回事 学习是一回事 我觉得这样还有道理 我就来学 结果我也要教他这个小姐 这个小姐就是 我们老师在我们 我们的文化社会的 神内主 就是我们的师娘 素如师娘 所以对这个音源来中 我就觉得有感觉是一个 真特殊的音源 一座第一晚 到过去十年 砍起来了 砍起来了 砍起来之后呢 还遇到这个 很劣情的数借 一直 把我精出的机会 让我来学 所以才有 今天有这个机会 是 所以你就这样疑问 是 来我们的老师 这个社区所办的外公 是 就来接伙 是 然后那时来学习 听几个课后 你对我们苏老师 原封法师的感觉 那时 他是一个 很严肃的人 我坐在最后面 他在最前面 我记得那班 那班 那班 我们说的社区 社区 弘法的短期班 那班有几百个 我是一个 离活动中心的 地下线 在学习洋宅风水 他也是免费 免费就是政府 提供我们两个学习 免费 两个学习 他就 开始正式来进入 我们现在 初级班 早上就先修班 那时候我在学习 其实 他说的方式 他每说一条 我就怀疑一次 是什么 因为我公司 我家庭 都跟他说 都对对 不好的都对 好的都没对 不好的都在我们家 不好的都在我们家 好好的都没说到 我说 这要怎么办 我们就要烦烈 烦烈 到两个家庭后 这个老师就开始开 正式的仙修班 就要教习 说的仙修班 来教习 有很多 当初我有很多 冲击 第一 有什么冲击 因为我们去学习 就是想说 要来学习一个风水 那很单纯的 学习的心态 我就是要来学习 是我们这个圆丰法师 他叫我 他叫我 要念经 我就想说 我是要来念经 还是要来 我不是要出家的 我是要来学习 烦烈烈烈的 他叫我来念经 所以我都没听 我是不好的学生 我都没听 要念 工作去讲 我讀書来讀書 他刚才说的东西 我就觉得 哇 这个 已经是无智天书 古早的人 说 我听到就听不到 我说 哇 怎样 很沉悠的 到时候 我在想说 不是沉悠 是因为我们 心没有开 没有去真正接受 意境是什么 没有生活化 没有生活化 一直觉得 整天就在背 前队离正讯感肯昏 你现在背到后背 頭前都不会去 六十四颗背不頭 背到 背到 背头前後 後面又不会去 感觉很困难 结果这个圆丰法师 那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工师 他就说 你回去要念经 念经你就通了 我就 也是没想要念 我想说 我是要来 学习的 你好像一直叫我念经 我说 有一天 我们这个 那个 塑鱼塑尼 他就 就跟我说 他说 艺云 那要交作业 我想 当时老师有出作业 我怎么不知道 他说 我们都做法 会要搞了 把这些文書都搞回去 你另一天 把这些文書拿来搞 我就说 我都没念 我都没念 他说 你都没念 不要啦 你念一下 我说 我是要来学习的 你叫我念经 我好像怪怪的 他说 不要啦 你回去念看看 我们这个寿命之后 他就传一本天德经 鬼谷宣誓天德经 还传一顶文書 他说 你拿回去念 你就这样 对头就把它念 念好 你再拿来搞 我们回去厨 我们就想到一个方式 就说 做学生 要听老师的话 什么 老师叫我做什么 我这样不高功 可能就是这样 我背不起来 我们想来 这样想 不然 不然我们念一次 转看看 反正 寿命拿一张好 他也不想要念几遍 他说 你拿回去念 我会想说 不然我们要念十遍 这样想起来 我会有高 我会想说 不然我们要念十遍 真实的事情就发生了 因为我开始念 文書的时候 我念啟啟 因为感觉 他在这里 谁都全 祈求世界和平 祈求 我们要遭到我们的祖先 祈求社会平安 说国宏丁 我们都没有祈求 我们太大钱 也没有祈求我的老师 多好 或是师父多好 都没有 全是祈求社会和国家和世界 这次 我就觉得这条文说 我们很特殊的 跟一般看得不一样 就说 好 不然我们要念一家经 我经文 一打开 就念 几国神社天地经 不由自主 那麦塞就流亂 就很感动 那麦塞就流亂 哭到这样 真的是痛哭流涕 可是我心里很清楚 我是怎么要哭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要哭 可是那个心就是这样 很不甘 很痠 然后感觉 我怎么会这样 做这么多 无地匪的事情 哭到这样 哭到一把鼻涕一把眼睛 我想说 我心里想说 不行不行 轻黏不下去 我就轻再合起来 那黏一个经书的名字 就哭到这个地方 要怎么 我就轻再去 手臉洗洗 我想 我想说 我会哭去 不行 再第二次 我就把它打开 这次就想说 脚刷是念了很慢 鬼谷先师天德心 我这次想说 改天去快 让我那个感觉不见了 我就说 鬼谷先师天德心 哇 麦塞又哭到这样 练刷两次 我自己在这儿怕到 我想说 这是怎样 这有什么特殊的机缘吗 我不知道 一直哭 一直哭 哭哭哭 我说到现在 是要继续念也不继续 心里一直想 就说 也是要哪里念 哪里考哪里念 哪里考哪里念 把那本经念完 念完 我就说 怎么这样 我就不敢念 念一遍而已 我想说 我心里想要十遍 我念一遍就这样 不然呢 等到一星期再去上课 时 我就把自己的东西拿回去 训续念 我说 有啦 我要念一遍 我本来要念十遍 可是我没法度 我好像念一遍 我那不能考得很厉害 他说你怎么考 我说我不知道 我就考得很厉害 就考得很厉害 啊 那个心 好像很不甘 也觉得 自己很好的感觉 我说我不要念 我们这个书娘早就把他的原封法师说 说这个书娘 念经 不然考得很厉害 要怎么办 他说 叫我回去再念 就叫我回去再念 就叫我回去再念 我说 我们那个书娘很可愛 他说 你跟他说要念十遍 你现在跟他念一遍 还缺高便 你回去把高便補補補 我说 现在要怎么高便 我就说 当时要高 他说 还有啦 还有一个月你轻去念 我说一个月应该是可以的 一个月我们来念 念高便应该是没问题 我就回去念 回去又开始念的时候 我就开始 先酝酿 我就说 不可以考不可以考不可以 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哭 不要哭 我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哭 好 第三遍 回去要念第二遍 我就打开 第二次的 真正 因为我头前要念一遍而已 打开两遍 就念一遍而已 第三遍打开 我就要念第二遍 乌骨县式天特精 不哭 我心里 阿米特会 咖啡不哭 我一遍在里面很顺 结果 开青棧念完 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 我怎么睡着 我不知道 我坐着一遍睡着 突然就醒过来 我怎么睡着 我没哭 我怎么没有哭 我怎么念一遍 因为那时候 圆丰法师给我教 要念那时候 头前要点一个檀香 公寢老祖師尊 我對老祖還不熟 因為那時候初級班 對老祖不熟 我想要怎麼公寢 就怎麼做你來 不懂 我們不懂不懂 我怎麼睡去 剛才不來念得到 還繼續 還對頭念 我也想想 我不知道會哭 會煩惱 不可以哭 不可以哭 自己為自己加油 就念沒有流眼淚 可是念到那個什麼 進入經文就是 公圍 陰陽日月最長生 念完 我又睡了 又睡著了 睡了第二次 那次睡不知道多久不早 因為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要去接小孩了 哇 怎麼睡這麼久 我自己在這裡怕得到 怎麼睡去 不佑自主地睡著 我就不敢再念了 我合起來 我想說 後禮拜再來問老師好了 然後再一個禮拜 上課了 我再去問老師 我說 我第一邊念不完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念 一直睡 我都一直從頭在念 因為不管念得到 我就會睡去 一本經念不完 就一直在睡覺 原風法師就跟我說 你這個好像有一個特殊姻緣 你要去查看看 你們祖先裡面 有沒有人喜歡抽菸 或者是歷代有人吃鴨片嗎 我說這個我沒辦法查 因為爸爸已經翁姓很久了 我查不到 不過我知道 我的爸爸煙癮很大 也煙癮很大 抽菸的人就是為了提神 所以很容易就打哈欠 我說我只知道爸爸很愛抽菸 一天抽了好幾包菸 可是再上去 阿公阿祖那我都沒辦法 因為我爸爸五十幾歲才生我 所以我算是很後面的孩子 都不知道 我說我不知道 所以原風法師就跟我說 他說這樣有可能就是 你在念經的時候祖先都來聽 我說我沒有請他怎麼會來聽 他說你是他的兼孫 所以你在念經的時候 祖先都會來我 第一步 第二他也要來聽經文法 他很高興我們這個兼孫 在這個時候太傻了 可以去拿一本筋墊來念 他說你再繼續念 睡就睡 睡好又繼續念 我說這樣我都一直在從頭 從頭我去本筋都念不完 他說沒關係你就睡了 你從他前一段再念就好了 你不用再對頭 因為我就一直睡了 整部筋睡兩三天很久 後來我就說 不然我來試試看 第三個禮拜回去就繼續 因為剩兩禮拜就要教文書 那要怎樣 還要求布經 第三個禮拜回去我就開始繼續 我就一直跟我的祖先說 我說 讓我一起到邊境念完 這樣不知道我就回想 不然都缺了不可以 時間到了不夠不可以 不要再睡了 要睡了我念完再睡了 我就心裡自己這樣子 這樣說 那時候也不會說 那時候就禱告 就經常說 不會再睡了 再睡我就沒在著念了 開始就有了 就順了 就沒睡了 就真的很順 每一步經就越念越順 越念越順 到了很神奇的時候 到了那種第十遍要 就是我要念十步嘛 要圓滿了 第十遍最後一句念完 我真的又睡了 我們公公 家來幫我遊 他說 你很不認真耶 念經念到睡了 很不認真耶 這樣不行 他去認真耶 我站起來 我才會念完沒有 他說怎麼可以 就看你合起來 你就吹下去了 我想你怎麼會念得這麼累 所以在這裡我就要把我們一個 觀眾朋友來分享這個神殿 這就是怎麼樣 我們過去生 過去生 有跟我們的祖先 跟我們的完親祭祖 跟我們雷夾一些刀身 白霧 我們都有夾很深很深的圓 我們這四人好不容易接到這個描返 所以我們頭一次 可能是有辦法 餘盾 所以頭一次呢 這個護法神將 就來跟我說 你要認真 所以我參會 痛苦 老婆 一直靠 慢了十年了 慢了十年 真的 這十年很難過 很難過 靠完之後開始睡 睡著睡著 不能醉生夢死 我就一直說 這一定是你聽 你跟我說不要醉生夢死 傻傻傻 傻傻 一直過日子 這四人就白過了 所以再來呢 我就開始 比較認真 比較認真 學了 比較認真 學了 然後 比較認真 聖經 我第二年就跟老師說 我說 我會比較認真 不要再練十遍 這是當初一點 自己學習的一個特殊的過程 所以這個聖經 在你的心上實在是 聽起來很醉味 對 然後你那時候已經是認真 你認真就開始一直睡 家裡的人知道你來學這個 夜間風水行嗎 有認真嗎 這也是一個很難走的路 其實我開始念經的時候 我的大家打官都沒有反對 他覺得念經是很好事 不可能我的心情很反對 我的心情很反對 是怎麼反對 他覺得說 你都去不知道什麼地方 都晚上讀書 去回來就跟他分享 說我娘有什麼孫兄 有什麼孫子 他說這樣 當然我們好像不太出家了 因為我們以前 他說他就很反對 他就開始跟我的親戚朋友 都說 包括我自己的媽媽 就跟他說 他說你不要去打 不要去打 我感覺說打這個 醋味醋味還不錯 我主要是不去打風水 因為那時候就是 公司都不順 我想一些老師 請很多老師去改都改不好 一定我們要來去跟他玩玩 所以神師做很反對 有一天 反對很久 我也是才能去 他也沒辦法 有一天剛才要去天山 要去拜我們西王母娘娘 他就對我去大陸 他就叫我先生說 不然你跟我來 來看我們做什麼 他說我跟你們不認識 我說不認識 不認識 我們就來拜拜 來拜拜 我先生對拜拜有興趣 他說好 不然我電來看看 看你們 你們變什麼夢 有興趣就對我 帶我去大陸 去朝聖 他聽說要去天山 拜西王母娘娘 他就對吳錫 更一百零八粒的水蜜桃 帶我爬上去 去拜西王母娘娘 拜好之後再把那些水蜜桃 分享給當時去的師兄師姐 是 我們那個時間的關係 對啦好 這後面一定要有很趣的故事 對 我們後一個來聽你 分享說 為這樣生死無人動 他學習這個 已經風水了 到現在目前 生死對你的態度 是不是有人動 或是很鼓勵 或是很支持你 後一個 這次來跟我們做這個 更快樂 更好笑的分享 好 謝謝 王先生 廟帝 收萬塊 然後做自比 度昆恆 王先生 做空丁妙幽的妙法 已經普團在世間 救助了無量所的眾生 所以我們要共產 王先生 廟帝 廟帝 王先生 廟帝 廟帝 代理 代理 廟帝 廟帝 今天很感謝 原演講師 跟我們做這個 這麼快樂的分享 後一節再麻煩你 謝謝 阿彌陀佛 當時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心安靈 無量收苗帝省 王先生 廟祖 阿彌陀佛 雙天好花多壯笑 不該咱苦笑真笑 抬返人心笑丫愛 奔憶世界能否丟